該交通事故發生於12月8號晚上6點36分 於快速路三段160號前 那51歲的腳踏騎士行進該路段 遭野狗追逐導致其停於路中 遭後方51歲單性機車騎士撞擊 導致單性騎士自摔倒地 那全身有多數骨折並且有氣胸情形 目前能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那非常請教一下我們現場有找到相關的激震嗎 還有其他涉案的測量可能嗎 那目前因為天色昏暗 那有監製器畫面 但是監製器畫面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也有調閱第一台經過的這個 汽車來釐清這個相關的這個造勢發生情形 那目前第一台經過的汽車並沒有任何撞擊的痕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